陈董事长 您刚才讲的特别好的一点 让我想到了现在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两种对立的观点 一种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负担 认为我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投入更多是增加了企业的成本 有损企业的盈利的能力 那么另一种观点我想也是您刚才讲到的 也是国家开发银行正在实践并且已经证明了的 那么就是企业对社会责任对环境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投资 可以增强企业的长期的盈利能力 我知道在我们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 有一个指标能够显示它的市场的业绩 那就是不良贷款率 您能告诉我2011年年底的时候开行的不良贷款率是多少吗 到去年年底开行的不良贷款率是0.4% 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成果 我们在取得这个成果的同时 从事了大量的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须进行的项目 我们的理念就是 在进行一些别人看来不可行的项目的时候 特别一些民生项目 比如辽宁的澎湖去改造 人们都认为这将是一个赔钱的不赚钱的项目 我们却用一个市场运作的方法 去深入进去进行设计 进行规划 最后这个贷款不但顺利地完成 建成了几十万平方米 上百万平方米的改造的居民的保障性住房 而且我们的贷款全都是优质贷款 我们节约出大量的土地 可以用于城市的其他建设和开发 这本身就是使土地和资产大大增值 使人民群中受益的一个项目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例子 就是在从事社会公益性的项目的时候 不一定你就要赔钱 你要是把两个方面集合好的话 你可以既有经济效益 又有社会效益 使两方面得到坚固 刚才陈董事长您给我们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 那么我想象类似的例子可能不胜美举 那么在国家开发银行里面 是不是有一种机制 来对这样的投资项目的回报 有一种保证呢 对我们在内部 大家有一种动力和一种目标 就是我们用开发性的方法 用开发性金融的方法 一定能够把人们过去没有做过的 认为这个是经济上不可行的项目 变成经济上可行的项目 这样的例子是不胜美举的 我们认为只要你去努力去下功夫 就能够是绝大多数的这个看上去不可行的项目 看上去像是蓝海的项目 最后能变成红海的项目 变成这个经济上成熟的可行的项目 变成市场运作可以进行的项目 所以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理念 和大家共同的一个信心 我们每天也都是在这个创造性的过程当中 来看待我们的项目和开发我们的项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